我们共同来努力将中华电信打造成为市值远远超越上兆元的顶尖科技集团 签注在美国牛交所挂牌上市20周年 中华电信董事长郭水义与前董事长及前交通部长贺成旦 再次在纽约正交所进行敲钟庆祝 更是台湾第一家前身为国营事业 却成功挤身全球最大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典范 推动海外上市重要推手前高盛亚洲区副董事长宋学仁 前中华电董座吕雪景 分享海外事故的点点滴滴过程更是不容易 1996年电信三法通过后 中华电启动民营化进程却碰上2000年网络泡沫 公司事故极为不顺 还有外部质疑贱卖国产等各种政治压力 直到2003年7月成功在美国发行存托凭证 海外投资人超为认购多达8倍 顺利把政府持股降到50%以下 写下转型重要里程碑 接下来就是我们在整个永续的发展 还有这个数位科技我们一定要拥抱 所以我们在这个新的这个数位科技上面 我们绝对不会缺席 中华电美国ADR股价来到37.16美元 是指从当年千亿新台币冲上约9000亿 获审议也指出未来会配合台商需求 评估在欧洲地区设立团队提供国际级服务 许下三大愿景 要成为永续发展国际标杆企业 是为神态系统领导品牌集团要冲刺 兆元市值 新台俩电视高家人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